大家好 今天来讲那个Windows下面的一个 Thymbox图形化的界面的一个程序 叫那个GUI4Thymbox 它就有那个图形界面 使用起来相对简单一点 我们可以到这儿下载这里 就选择你 如果是X86的话就用这个 MD64 如果是ARM的就用这个 我这儿演示的是用的一个虚拟机 所以我下来这个 我们这下载完了以后把它解压 那就打开 然后塞在这儿 然后找到这个内核 我们先改下这个语言吧 改成这个编辑中文 然后找到这个内核 然后这儿切到这个稳定版吧 然后这儿就需要去 把那个下载回来 这儿可能要等个一两分钟吧 根据你下载的这个速度 下载完以后我们就去那个 订阅这儿啊 增加一个订阅哈 嗯 对方我们到那个substore 自己的substore那里 嗯 导一个那个symbols的那个 嗯 订阅进来 其实就是导入一些节点 嗯 然后点击这个更新全部 嗯 这儿的话应该是可以看那个 嗯 可以看到节点了 可以看到节点了 嗯 接着我们来到这个配置这个地方啊 嗯 然后就 还需要添加一个 配置 前面的这些都不用太关心 嗯 这儿toon这儿可以打开 就是说是 嗯 一个网卡 然后这里需要那个 结合这个订阅 把这个订阅 刚才我们家订阅 嗯 选中 这个也是 嗯 那个热网之类的也是 就是那个 兜底的那个 ok 嗯 可以选上 就可以保存了 应该到现在就可以 启动内核了 把这个选中 然后 启动内核 嗯 哦 这个好像是 一个版本的问题 可能还是得下载这个 嗯 阿尔法的 因为好像是 我选的 是这个 嗯 稳定版的好像是没有这个 阿克性这个参数 嗯 所以把这个阿尔法版的下好了 就 再来试一试 启动内核 嗯 应该现在是正常了 这个系统代理 如果突然模式 就可以关掉了 我们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通了 嗯 应该是正常的 ok 嗯 然后的话 其实 你自己可以做一些那个 嗯 在这个配置这儿还可以做一些那个 新建一些分组 这儿其实就是还 你可以在这儿选择 自己添加一个分组 是吧 我们这儿 也是一个 就是叫 cloud的 那个 初战吧 那把这个选上 就是自定义的 就他 more呢 是有这么一些 那我们添加一个自定义的 然后 在下一步 这个柜子这儿 这我已经那个 配置好了 就这儿初战选 刚才的那个cloud 嗯 这是那个域名后缀 然后填那个card 需要的两个域名 ok 保存一下 然后这儿的话就是 重启一下 嗯 他界面上是没有那个 就是选那个节点的地方 这儿其实需要一个那个 插件这儿 点这个插件中心 打开这个插件中心 然后我们下一个那个 嗯 比如说这个meta cube3 那 这个那个什么 这个的话就说是直接就 用那个clash api 来控制 那个 什么 比如说这个cloud 我们这儿 就可以选一个那个 比如说那个美国的节点 ok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件的一下 ok 这的话就说是因为是美国ip 这个就是正常的 我这儿那个 新增的一个香港的节点哈 如果是用香港的节点 这个cloud 应该是 嗯 会那个 出现那个区域也不可用的 可以是 对吧 就是说这个就可以 嗯 自己建一个那个 分组 然后 选那个自己的节点 进行分流 嗯 还有一个插件就是那个substore 纯净吧 这个我已经安断好了 我点击一下运行 这儿的话也就是 一个那个substore 嗯 就相当于是本地的 嗯 可以用一下 ok 嗯 总结一下的话 就说是这个 GUI for Simple 是用起来还算简单 嗯 然后有些不稳定哈 就说是选这个 稳定版的话 反而这个还不能用 所以说 那算是一个 缺陷吧 就 要用这个 测试版的 ok 感谢大家观看哈